第16的延伸,刚刚是那个复数转换 另外呢,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我今天呢,要做某数的倍数 我希望呢,比如说我今天,我希望这里面7的倍数 我今天希望怎么样呢 按确定之后,可以把所有7的倍数呢 通通都改成这个红底白字 比如说类似像这样的 因为你有时候要找某一个 其实也不见得一定是字 你可能是某一个关键字也可以 或者某一个什么什么 那你要把这个范围全部跑完去比对 比对的结果要做一个mark 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是一样 把回圈跑完,对不对 跑完之后呢,如果找到条件一样的 那就做什么呢,做那个格式设定 反之就不做那个格式设定 OK,那按确定之后 有没有 7、14、28、21 有没有,这些只要是7的倍数 全部都怎么样呢 帮我把它换成白色的底 红色的字 那其实这样的做法 那你以后找出来就很方便了 你可以比如说做一个界面 按换人家可以输入 输入之后 把结果告诉他哪边有 这样子其实还蛮好用的 那程式也不困难 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是让各位想一想 自己去踹一下 不过因为真的